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 它极技巧与智慧 健身和社交于一体 在运动健身提升身体素质的基础上 还具有隔往对抗 不容易受伤 运动强度异于自行条件的特点 更容易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么这个羽毛球运动的话 它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就是随便打一打 就是轻量的运动也可以 然后强度大的也可以 那么怎么样来运用它 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那羽毛球运动是一项技能性运动 要求劳眼手脚密切协作 全身心的投入 而且运动量也比较大 速度很快 能有效的消耗多余的脂肪 调节肌肉密度 塑造优美的形体 有助于缓解眼睛大脑和颈椎的疲劳状况 经常参加羽毛球运动 可以提高机体的灵敏性 协调性改善人体代谢功能 提高吸氧能力 对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给予良好的锻炼 最终提升身体素质